你说,你不喜欢夏天,因为炙烤般的天光,因为永不停歇的蝉鸣,那么,这个夏天呢? 我们说不清何时开始想念,也弄不明白,我们何以最终爱上了这场曾经避之不及的磨练? 阳光很好,训练很累,但棒冰很甜。 朋友间的谈笑和默契融合了菜地的阳光,它依旧有着难耐的炽热,却也是一片明亮的欢愉。 正步走崩起的脚尖,熠熠生辉,军体拳闪斩腾挪,手掌劈开湿热的空气,只见的汗珠轻颤,四落未落。 标起排面,是磨合千百次的绿音片线。 萨萨的哭缝声还在耳畔萦绕,四滴沉的吟唱,诉说着个人融入集体的暖意。 望着头顶的流云出神,我们共同的回忆已变成一个自在而轻盈的梦境。 但梦会醒,似水流年,当汗水凝结,溪出透明。 谁都无法预料,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,算定人生路上的每一个牌址。 天气预报就像流云,琢磨不定。 明天怎有一样的抽搐和困惑,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去拥抱,天气脚尖,昂手轻松。 抗拒,肩熬,逐渐适应,收放自如。 受过重压的肩膀将更加坚毅。 我们,轻装上阵。 又一个秋天开始了,你说你有点喜欢夏天了吗? 因为清晨五点十分的树营,因为夜晚菜笛上放的星光,因为一场不会再来的军训。 精彩绩帆。 作者%,边心灵,景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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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跳。 小被告 18万现在,地的 сеанс。 小被告一些画缩的水农目数 上亩是这样。 小被告一些芯迦跋蛠ут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